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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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来给你们讲讲这土地神的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体健康当务不得 拿去给老母亲治病 张老爷 我都收了您多少钱了 不能再要了 没事儿 这钱财啊 都是身外物 我也快去了 留着能有什么用啊 要是不够啊 就再来我府上 张老爷 保重身体呀 张辅德啊 一拜零二岁此事 奇怪的是 死后的三天 其容貌仍不变 有一户贫苦的人家 出于感恩 用四面大石围成了石屋 奉祭他 张老爷生前 待我家如亲人一般 您的大恩大德 我们一家都莫尺难忘 这些香火祭品供给您 您在天上保佑我们一家 幸福平安 神奇的是啊 过了没多久 那个青年一家 忽然由贫转负 这事传开后啊 百姓们纷纷集资建庙 生意人也前来拜祭 在张辅德之后的大官呢 十分的霸道 大家念着张辅德 为政的好 取名并尊为 福德正神 也就是土地神 这是起义 传说啊 很多 还有个有趣的故事 也能解释 为什么祭祀土地宫的人 特别多 相传啊 土地宫最忠厚老实 他常常看到 三赖子有鱼有肉吃 可自己连饭也吃不上 好吃吗 好吃 给 上次是湖里的大鱼 这次是烧鸡 你怎么一直都是大鱼大肉啊 你真想知道 嗯 快说说 其实也简单 因为啊 我有件发宝 他能让我天天大餐 无后顾之忧 这 这是孙大圣头上的那个 是一个系列不同款 有何玄妙啊 带了让人头疼 怎么换来美味佳肴呢 这就要看你戴在什么人的头上了 我呢 专门给那些骑马坐轿的人戴上 他们呢 就会做好吃的来孝敬我 妙 妙啊 可否借我一用 拿去吧 多要点吃的 记得要给骑马坐轿的人戴上 土地神拿着三赖子的姑子 来到了大街上 正好遇到了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 这不就是三赖子交代的吗 太好了 这下可有大鱼大肉吃了 我的妈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我没有驾照 等等 等等我呀 疼啊 我的老腰 这是怎么了 看你这样子像是去做了什么苦力啊 我把姑子放马头上了 这不追了大半天才弄回这个 我的老兄啊 你怎么能把姑子放在走路的头上呢 要放在不走路的头上 哦 明白了 哎 早说嘛 不走的老夫我认得 第二天 土地公出了庙 来到了农民的庄家地里 等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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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了 这法宝不灵 怎么会呀 你快说说 今天你给谁带了 土地公告诉三赖子 姑子戴在了稻草人的头上 可是 等了大半天 什么回报也没有 三赖子听了 是哭笑不得呀 哎呦 我的老兄哎 你怎么能给死物戴这个呢 这样吧 你呢 明天再到街上试一次 看准了 选那种走得慢慢悠悠的人 哦 你们猜 这次土地公 又给谁带了姑子呢 我知道 是给年纪大的老人 我猜是大肚子的阿姨 啊 是盲人 因为他们看不到路 哈哈哈哈 都不是 还是听我来告诉你们吧 哎呦 行行好 我三天没吃饭了 给两个同胞换点吃的吧 哎 行行好 行行好 哎呦 我的天灵汤要破了 后来啊 土地公把姑子还给了三赖子 老百姓们认为土地公老实 一年到头 一年到头 纵没吃的 于是 就在土地公的生辰 农历二月初二 和得道飞天的日子 八月十五 供上好吃的 给土地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